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来到心理学概论 思维 什么是思维 心理学认为思维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最高级的形式 我们对外在世界的认识 要借助语言 动作和概念 来帮助我们概括和理解周围的世界 它是要分析事物的本质和思维之间的联系 思维根据恩格斯的观点 是人类地球上最美丽的花朵 思维确实是重要 思维的目的是为了行动 我们想事情不是简单的去思考 我们想事情是为了表达 是为了沟通 是为了应用 thinking is for doing 这是心理学家对思维重要性的最好的概括 思维如何进行呢 它是帮助我们组织信息 通过表象 概念 语言 把我们产生的各种各样的信息 整合起来 利用起来 思维如何利用呢 它是帮助我们加工信息 我们做归纳 做推理 做判断 著名物理学家杨正林先生 曾经认为 我们中国的传统的思维方式 更多的是使用的演绎的方式 也就是根据一个前提后的结论 做出无穷尽的推演 但是科学的思维方式 往往是需要通过对很多事物的归纳 很多信息的归纳 来做出推论 判断和结论 那么我们的思维 往往还要根据我们的信息 做出超乎信息之外的推演 这个叫做推论 看见街上有很多人穿着冬衣 我们就会推论出来 天气是不是变暖 虽然感官知觉 看到的只是我们穿衣的行动 但是我们的思维 可以让我们推论出信息 不可能直接告诉我们的 很多的有意的结论 我们人利用思维 也帮助我们使用信息 包括解决生活中的问题 帮我做出判断 决策 选择 帮助我们创造出生活中间没有的事物 这些都是思维的伟大的功能和作用 思维所借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工具 叫做表象 什么是表象 就是我们对外在世界形成的 各种直观的形象 这些形象存在于我们的大脑之中 这种形象来自于我们的生活 来自我们的体验 它是我们对世界的一种知识的表征 这种知识表征的特点 就是形象非常的鲜明 非常的活跃 非常的具有动感 表象可以由我们的视觉产生 也可以由我们的听觉产生 也可以由我们的触觉产生 和运动感觉产生 比如说我们每个人头脑中 可能有一个自行车的表象 这个自行车它就有一定的形状 两个轮子 有把手 有横杠 还有坐垫 它也有声音 比如说铃铛的声音 它骑起来 风刺电车的感觉 它也有运动的感觉 运动的表象 我们知道这个自行车 它应该如何维持平衡 如何停下来 如何动起来 这些都是我们的表象 表象它直观 但是它也有概括性 最主要的是 它是有操作性 我们人可以根据各种表象 来进行思维和创造 有些人 有非常优秀的表象思维能力 在文学上 艺术上 我们叫做形象思维 形象思维归根到底 就是根据各种各样的表象 来帮助我们进行分析 理解 推论 创造 形象思维 就是表象思维 表象思维的重要性 可以通过心理悬卷 这个概念来理解 心理旋转 心理旋转是一种想象自我 或刻体旋转的空间表征动力 转换能力 也是一种平定空间智能的重要标识 清华大学心理学系的老教授 也是老清华心理学系的最后一任系主任 周鲜根先生 当年在斯坦福大学 学习心理学的博士论文 就是研究汉制的心理旋转 你看见一个汉字 但是不信的是 你从这个汉字的背面来看的 那么能不能把它转过来 这就需要我们自己的心理的表象旋转 来达到这个目的 一个繁写的字 为什么我们也能够看出来它的意思 就是因为我们人 有这种心理表象旋转的能力 表象与思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表象与思维 是感知与思维过程的一个中间变量 一个过渡变量 它比我们的感觉更加概括 但是又比我们的思维更加形象 所以它是二者之间的一个桥梁和过渡 很多情况下 我们在感知以后 往往要形成一种印象 那么在印象形成以后 我们再产生概念 有了概念以后 我们才能够进行抽象的思维分析和判断 表象的这种形象性和概括性 其实可以用一个简单的问题来加以理解 比如说我问每一位同学 废旧的鸡蛋盒有什么用 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你就得有一定的表象思维 你就得想象这个鸡蛋盒是个什么样子 那么这个鸡蛋盒 它一定不是所有鸡蛋盒的记忆 它一定是具有一定的概括性的 它不一定是你昨天晚上冰箱里的那个鸡蛋盒 它是一个抽象的概括性的鸡蛋盒 但是它也比鸡蛋盒这个概念更加具体 更加形象 因为此时此刻 你的大脑里头一定会有一个鸡蛋盒的形象 这就是概括 同时又很具体和形象 这就是表象它的一个特点